外面这位呢 我也不知道他狠起来什么样 也没见他狠过 但是呢 至少还行 今年差两步就是冠军了 掌声有请小北 我跟你说 我这次必须要进天花板 因为我这季都没有上过天花板 恭喜鸟鸟升上天花板 好想玩啊 我想做这个 请将二位送上天花板 我一次也没做过 你们都做过了吧 挺带劲的 挺带劲的 我一定要做一下那个破电梯 我现在的创作状态就是 逮着谁跟谁写 谁能帮我 谁都是我的天使 我只有素材 需要它润色 我处理不了 这个容易走神 你是不是因为你一说 所以有什么妄想的 我要尽全力上天花板 我想感受那个荣誉 让大家觉得 小北这气象真好 失之灭 最后送一句话给自己 送一句话给自己 一会儿在后踩的时候呢 你就已经上天花板了 然后你就好好比赛就可以了 请元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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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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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北 好 好 好 朋友们 第八期了 现在一共剩下16个特殊演员 就我 只有我 没有上过这个破天花板 这季我跟豆子都没有见过 这哥们今天都没来 你发现了吗 我跟你说 他七七在楼上 我七七在楼下守望 合着只有我在混underground 我太想坐这个破电梯了 男生就很多时候 有很多莫名其妙的点 你们可能都不理解 比如说男生觉得 有时候留胡子特别帅 有的时候我出门的时候 比如说今天我刮个胡子 我跟自己说 小北今天你要做一个帅哥 有的时候忘刮胡子出门 我说小北今天你要做一个男人 比如说男生觉得剃寸头也特别帅 你朋友圈肯定会见到一个男生 剃寸头的时候会拍个视频 就在朋友圈这样 有有有 我觉得他这些人就是被电影里骗了 男主角这样剃寸头的时候 那种坚毅的眼神就感觉 哦这个角色可能要干什么大事了 但你朋友圈那个男生这么剃寸头的时候 你觉得这哥们是不是要出家了呀 还有一个男生觉得很帅的点 就是练得非常壮 我在想一个男生 集合这三大优点会变成什么样子 留胡子 寸头 特别壮 我说这不就是鲁智深吗 莫名其妙 而且男生还有很多觉得小时候觉得很帅的点 比如说你觉得摁关节特别帅 你小时候肯定见个男生摁关节天天这样 天天又这样你知道吗 他也不管那个东西疼不疼你知道 他就摁得特别响 全身响 他跟个行走的阿卡贝拉一样 你到了三十岁就知道你根本就不用摁身上的关节就会响 而且你都不想让别人发现 你都工位了一起来 咋啦咋啦 没事我在打BBOX 男生有时候嫉妒心也特别强 像我们这种演出经常会有情侣来看嘛 每次看到那些情侣我都很尴尬 尤其是女生特别热情的时候 每次女生就 哎 小美 然后看你旁边的男的就这样 然后那个女生就说 哎 小美 我们拍个照片吧 我说啊 行 然后那个男生垮个脸在这 然后女生还一直挑毛病 说你这拍得不好 你再拍再拍再拍 你知道来来回拍了好几遍 越拍他男朋友眉头皱得越紧 我就感觉差不多得了 再拍就不是合照了 那是遗照 我就想赶紧结束这一切 你知道因为第一点 作为一个男生我非常理解他男朋友 第二点 他男朋友长得真的很像鲁之身 然后那个男生拍完照之后就在这 弄得我贼紧张 我现在还是挺羡慕这些情侣 刚毕业之后年纪轻轻 可以看一些脱口秀什么的 我刚毕业的时候没什么钱 然后工资特别低 你知道我一个月的工资 只够请女生吃一次饭 然后有一次这个女生对我印象特别好 她说哎呀 小北过两天要不要看个电影啊 我说要不下个月吧 我觉得进展不要太快 女生还跟我说呢 她说没想到小北你还挺羞涩 我心想这是我羞涩吗 这不是我囊中羞涩吗 而且我现在也不太会跟女生聊天 有人说小北你怎么可能不会跟女生聊天 那个特学演员 大家看我第一期的表现了吗 别说跟女生聊天了 我现在说话都有点费劲 然后现在看很多就是那个怎么社交的方式啊 社交技巧 现在特别流行一种聊天方式叫推拉 你们知道吗 给你们科普一下 你们有本记一下啊 就是说先怼一句 你知道 再夸一句 比如说对方问 你想我了吗 你先说没想 推他一下 然后再说没办法不想 再给他拉回来 非常厉害你知道 有一天有个女孩跟我说 她小北你在干嘛 我说干你毛事啊 还没等我拉呢 她说小北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说哎 推我是吧 我让你几手你知道吧 然后她那天推了我十几下 给我推了点鸡眼了 我说你是不是没学明白啊 然后她又开始推我爸妈 我都不敢再聊了 再聊我怕她推我全家 我对着着急了 我说你该拉我了 你该拉我了 你知道 这时候她才反应过来 给我拉黑了 我觉得现在网上 给爱情出主意的人太多了 不光教你怎么就是聊天啊 还分手又要给人出主意 你知道吧 你知道某伴上有一个 劝分小组 有36万人 那个组里面不仅人多 说话还都特别难听 你知道吧 比如有个人问 我这感情问题怎么办 底下留言都说 哎呀不分手留着过年呢 叹为观止 菩萨你好 真是狗改不了知识 看了半天 只有一个人劝别分手 理由是别分手了 不然还得祸害别人 我就感觉这个组里面啊 没有人相信 无缘无故的爱 只有人相信 无缘无故的恨 没有感情经得起 那种劝分小组的考验 比如一个人留言 说哎呀 我家里人不接受 我男朋友 一年只让我们见一面 该不该分手啊 你乍一听 是不是也觉得 这段爱情有点问题 然后你看谁提的问 你跟ID写着 爱牛郎的织女 还有许仙和白娘子 比如白娘子 在某伴留言 说哎呀 我老公逼我喝熊黄酒 该不该分手啊 要底下评论 赶紧分吧 你跟你老公啊 就不是一类人 最后呢 我还是觉得 大家想恋爱的话 还要精神精力 勇敢一点 多一点真诚 少一点套路 尽量不要用别人的经验 在你的感情生活中 推腿拉拉 我讲这 谢谢大家 我小绵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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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北 三 二 一 不用投 不用投 请坐票 不用投 不用投 别投 别投 没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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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呢 跟他们 为什么不让他们投啊 推拉嘛 推拉 你还是没听懂 感觉整体还是有点松散啊 大老师前面没拍 是不是也是想等一个 等 狠的 对 小北 我不知道 就是今天我到最后才拍的 我前面一直没有到 那个特别炸的那种点上 但是 郑云老师看出了其中的文学性吗 没有 就是 因为我看过小北 就是在前几期的表演 我觉得前几期的话呢 比今天的话 还是要好很多 我觉得因为 他进入到半决赛的话呢 就是选手应该 越说越好 而且的话呢 就是 在说的过程中 我觉得他应该 比前面更有一些心意 但是你别在意 只有两分 期待你下一期 我觉得其实这个话题 是挺讨喜的 就是讲年轻人的感情 但是可能我觉得 后面没展开 所以我确实也是拍早了 我跟你有同感 但推拉那块确实好笑 希望下回就是 渴着推拉这块再展开说说 是 对 你自己今天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应该没啥戏吧 有 没投的也是你们 有气的也是你们 你们真是 有机会再来吧 谢谢 小北目前获得了三个拍的六票 目前也将产生第一个晋级名额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到目前为止 第一个 挺进半决赛的演员是 应该是童谷南吗 我就觉得应该是童谷南 因为从现场的气氛 而且他的段子 应该也是前几个人里面最 最好的 我觉得晋级的人 应该就是我和忽兰吧 忽兰虽然可能没有拿到 刘振云的那两票 但是我觉得整体观众的反馈 应该也是非常好 我觉得晋级的可能会是忽兰吧 因为他的稿子就是 大家都公认得很好 忽兰的表现就很好啊 我的心里其实演完的时候 就知道忽兰哥就一定会晋级 咱这看着肯定希望公布的人 是自己的 但是你对自己的表演 是有判断的吧 应该是同胞男吧 应该就弄了 我说实话我觉得我今天演的挺好的 我只能说是稿子可能写的没有那么好 但我演的真的还行 我觉得今天的总体表现在自己的 就是一样是那把 其实有做好了 被淘汰准备 所以我今天整个生产是还挺放松的 小北 151票回到舞台中央 小北带出大王 带出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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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也不低了 小北 我还说点啥是吧 你也可以跟观众互动 没关系 你们是一起来的是吗 不用加油 不用加油 我觉得今年特有大王第五集对我来说还挺特别的 因为我觉得今年对我来说就非常魔幻 然后每天每个月信息量都非常大 我觉得我还没有消化好 然后就是也非常感谢青岛的所有观众和人 然后愿意收纳我们这些流浪的人 谢谢你们 谢谢 没有没有没有 然后 然后 今年真的是我感觉一直在外头漂泊漂泊 每天睁着黑眼睛 然后都是不同的酒店 我就感觉自己是一个全国可飞的透口血演员了 透口血演员 然后 我就说我最后一个遗憾吧 我觉得这个今年特有大王第五集 我的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做过这个天花板 所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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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我给你开玩笑呢 李大安 你为了生意啊 干嘛呢 让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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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做这次必须要进山花板 怎么样 我们请小本从二楼降下来 太坏了 又别降下去了 不是 这个刚上来又没有下来了 下来很高 我还没跟他们打招呼呢 好玩吗 今天信心量太大了 然后 然后那个 我最后一句 然后这个最后一位演员 徐志胜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听段子 然后给他最好鼓励 好不好 谢谢 我先讲完了 小北不愧是我们线下演出 我长年的金牌主持 最后林总还不忘旅行主持的工作 托付两句 谢谢小北 明天再见 他的离开我说有点遗憾 去年小北都走到差一步就进决赛嘛 我觉得小北就是特别棒 所以最后结果我还蛮意外的 北之其实挺可惜的 看他的文本和他的表演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今天第几啊 第十好几呢 我十四 才退步五名 全国多少投球选演员 小北能今年排第五 十五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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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挺不容易的 挺厉害的 第一次坐电梯还不错 也坐坐这舒服的小椅子 不太得劲 心里不得劲 这好像是我参加脱口秀大会以来最放松松弛的一次了 反正小北在我心里早就是冠军了 因为脱口秀就是要带人快乐嘛 然后小北一上台大家就很快乐 就是他那个放松松弛感就让人很开心 我觉得小北就一直做自己就可以啊 反正我是能感觉到他技术一直在进步的 北的明年再来吧 实至名为一句玩笑话了 大家讲就是为了好玩 就跟拖鞦一样 不要把太多事当真 就开开心笑一笑一笑 现在看着好羞愧啊 不要看了 但是这个方向肯定是没有错的嘛 所以明年我就还是会写一些那种能够让大家有更多共鸣啊 有那些更多的思考的一些段子 我觉得我明年如果再参加的话必成大器 来吧朋友们 上一场呢表现有点稍微不好啊 然后这一场主动选择了最后一个上场承担压力挑战自我 掌声有请 平安 好